今天會講一例的綠殼死亡 還有一例的流感重症的死亡 那另外在特殊疫情的部分 就是有三例的流感重症確定的死亡 不過他們的死因還要再研判 那主要的疫情的部分大概有三項 一個是流感、腹瀉跟燈戈 另外國際疫情的部分 會著重在流感的疫情 是戈戈的部分 登革延伸到經典 那其實在上個禮拜新增七例的病例 那其中五例是本土兩例是境外 那這個兩例境外是菲律賓跟緬甸 在腹瀉的部分 這個是急診的這個土 那其實有稍微的下降 就從上個禮拜是 前一個禮拜是6.38 上個禮拜降到6.34 所以是稍微的下降 光看這個流感病毒來看的話 那最近的三週的社區的 這個呼吸道檢體中流感陽性 佔百分之23 所以事實上前一個禮拜是15% 然後這個禮拜變13% 所以是上升的 那這其中呼吸道檢體的陽性裡面 有17%是新型流感 18%是B型流感 另外13%是H3N2 然後3%是未分型 在國際重要的疫情的部分 我們就針對H5N1期流感 跟這個H1N1季節流感 人類的季節流感疫情來做報告 那這個還是南韓的這個高低原性的情流感疫情 那事實上從去年的12月到現在 總共有4個省 26個情場發生這個高低原性的情流感疫情 那主要發生在全羅南道十九間 所以其實就主要是韓國這南部的這個地方 韓國的農林水產食品部 他們已經在1月11號提升他們全國的疫情的警戒等級 由助力提升到警戒 那也就是說他們現在是成燈 他們還有一個紅燈 那目前就在1月13號到27號關閉傳統市場 那再來是報告一下全球流感疫情 所以其實不只這個台灣流感在上升 那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那北半球的流感活動能持續上升 特別是在歐洲 那主要流行H1N1新型及B型流感病毒 那目前比較注意的是在英國的流感重症 跟死亡病例也是起初的上升 那英國其實在這個流感期 已經有112例的死亡 那主要還是以感染H1N1的新型流感病毒 那年齡多介於15到64歲 且合併這個慢性疾病 那目前他們全國有25%的交互病房 住的都是流感的病人 那另外他們也有流感合併這個新型的感染的比例 也是逐漸上升 那在歐洲裡面除了英國之外 那法國葡萄牙跟河南丹麥也都發生出現了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 再來整個亞洲及北美洲的流感活動能持續上升 那目前亞洲的蒙古跟中國北部 主要還是流行H3N2 那韓國日本跟我們一樣就是H1很晚 那北美洲跟加拿大 他們的出現率也是在上升 那其中以流感陽性率他們是25% 其實跟我們類似 那其中主要的是 加拿大他們是以H3N2為主 那美國則有6週出現高度的類流感活動 那流感陽性率是20% 那其中主要是H3N2 那目前其實只有越代替是一個南半球 或是代替是非常低度的流感活動 那我這邊大概就放在這裡